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6月25日,李强在夏季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致辞, 吹捧中国现在发展的经济良好态势, 也不点名地抨击西方社会经常针对中共。 然后有人问他,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 他居然说,经过了几年的疫情冲击, 我们就像是大病出狱一样, 所以不能够下萌药。 我们要好像中医的概念一样, 要顾本培缘。 结果新华社等官媒把这段讲话全部封杀, 什么都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把这段对话保存了下来。 为什么中共要全面封杀? 因为李强不小心爆出了国家机密。 这次完蛋了,他要被习近平收拾了。 这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辽宁大连举行。 6月25日,李强在论坛上宣称, 中国经济不能用萌药,一定要温和, 要一步步地来。 这就让大家都认为,原来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的医学界当中, 叫你去看中医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还是准备去办后事吧, 已经是钥匙无灵了, 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 不如这样吧, 你去看看中医, 吃一些滋补的东西, 慢慢养生吧。 意思就是, 你命不久矣, 快要隔屁了。 为什么要封杀李强的这番话? 原因就是, 李强告诉了大家, 中国的经济很虚弱, 我们只能够雇本赔源, 现在正在养伤。 跟他在不断吹嘘说,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经济稳中向好的说法完全相反。 为什么要雇本赔源? 因为你身受重伤, 因为你经脉禁断。 当一个人身受重伤, 经脉禁断的时候, 当然不能够下猛药, 否则就会虚不受补。 所以他就是不小心把中国的经济实况给爆了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应该是把习近平想说的话提前说了出来。 因为习近平一向都不相信西医, 据说他有脑肿瘤的问题, 但是他不相信西医, 也不愿意去开刀, 所以他只能够相信中医, 去喝中药, 所以早在两三年前就看到。 他的桌面上从来都是有两个杯子, 其他的所有人都是只有一个杯子。 包括林郑去北京见他的时候, 也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两三年以来他都是靠喝中药。 而且在今年开两会的时候, 他还被人拍到了喝药, 脸上露出一副很痛苦的了情, 好像那个药很苦, 所以很明显, 那一杯是中药的几率很高。 所以意思就是说, 本来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想出来的, 又或者是他们在秘密开会的时候说出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不相信西医, 要相信中医, 而中医着重雇本培元, 我们现在大病出狱, 不能够下萌药, 一定要慢慢调理身体, 所以不能够有刺激的措施。 这就使得外界彻底对于中国在未来会继续出招救市的希望幻灭。 这也是昨天A股市无法回升, 没有任何翻身能力的原因, 因为凡是开这些会议通常都会有一点刺激作用。 上个星期, 股票突然急涨了500多点, 原因是国家队入市, 重新涨到18000点。 但是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当然是毛都没有一根,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国家队根本就没有钱, 你入市可以买什么股票? 我们早就跟大家讲过, 现在的股市是假的, 因为所有的股份大部分都是中资股, 都是他们可以控制的股份, 他们只要自己买卖就行了, 而且现在的交易税非常低, 所以只要左手交右手, 很容易就可以把市价抬高, 不过是指数而已, 但是实际上否真的有人要沽货, 或者是真的有人去买货, 外资一定会看得很清楚, 不会跟你追, 你一网上炒他们就会沽货, 只有你帮外资出货, 所以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可以抬上去抬多久, 你的子弹有多少?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再加上李强说这番话, 可能他真的是太兴奋了, 所以直接就把习近平的概念说出来, 就是我们不相信西医, 相信中医, 用中医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那个人快要死了, 只能够慢慢恢复, 再加上李强说的话, 他说, 我们顾本培养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加强我们的高科技建设, 只要我们的东西可以弯到超车, 我们生产东西出来, 能够赚大钱, 我们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 但是也只是能够解决, 中共最高层的经济问题而已, 你发明了很多东西, 赚了很多钱, 但是关基层市民什么事? 关老百姓什么事? 老百姓有没有机会找工作? 你做芯片的话可以聘请多少员工? 根本聘请不了多少, 只能够在表面上让你的经济数字好看一点, 好像赚的钱多了, 但是对减低失业率根本没有丝毫帮助, 普通人已经没有工作了, 再加上你把钱拿去发展高科技, 民生的事情一概不管, 那些低下层失去工作机会, 他们完全不会去重视, 他们现在想的就是要去做高端, 当所有人都高端的时候, 那低端的人怎么办? 是不是要全部铲除掉, 把他们彻底消灭? 那还不如公开搞人体器官买卖算了, 把穷人拉去活摘器官, 为国家创会, 把器官买走, 你们少收点钱就搞定了, 只要有饭吃就行了, 两个甚少了一个没问题, 两只眼睛卖一只没问题, 如果可以这样做, 你们就不用管人民疾苦了, 把穷人全部干掉就行了, 中国有14亿人, 把4亿的穷人全部干掉, 剩下的10亿人都是富裕的, 所以他们根本就完全不顾外面的人的死活, 老百姓关我什么事, 所以这番话直接让中宣布觉得, 不采取行动就会出大事, 新华社等官会全部删除了李强不能够下猛药的这个论述, 因为很明显, 你现在已经报了出来, 现在中国就是不可以弱中药, 随时会挂掉, 之后其他的媒体全部跟进, 全部删除, 格隆会本身的报道也是写着, 中国经济当前不能下猛药, 需要雇本赔源, 结果全部封杀, 都知道市场一直都在等着中共出台重大的措施来提振经济,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已经看到, 华尔街的投资界和本身在大陆的企业对于中共的表现越来越失望, 他们已经感觉到, 即便是接下来的三中全会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最重要是现在预期已经落空, 所有的人都在想着你会救世, 结果你不但不救世, 而且还想看着整个市场崩溃而不管,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大家对你的那点小小的期望也没有了, 当幻想也没有了, 当希望幻灭的时候, 就是他们要辜货的时候了, 所以接下来有可能股市和汇市, 都会加速下跌, 昨天出现了股汇双沙, 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穿了一对7.3, 上证指数跌穿了3000点之后一直上不来, 一直往下沉, 估计2900点保卫战又要开打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李强说的这句话, 真是是充分地泄露了国家机密, 把习近平所想的先揭露了出来, 也把即将要在三中全会中出台的那些没用的经济政策率先向大家披露, 这才是为什么他会被封杀的原因,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